本账号内容全部委员创,禁止抄袭,为者必举报,年年最最话相似,最最年年人不同,现在把这句话用在李晨身上很妥协了,去年的11月24日是李晨39岁生日,范冰冰一句人间值得,生月快乐,半个娱乐圈的人都给李晨生日。 李晨祝贺生日快乐,今年40岁生日,连范冰冰都没有祝福,显得好凄凉,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,范冰冰和李晨自从下半年开始,一直都是低调的。 之前,范冰冰生日的时候,李晨也没有动静,还因此遭受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,一直到相关人士的一个爆料之后,才得知了真实的情况,原来是李晨在自己的朋友圈,给女友送上了祝福。 范冰冰冰和李晨真是一个有心人,在李晨生日到来之前,就悄悄把去年微博上有关李晨生日的文字全部删除了,理由只有一个,就是不让网友拿出来对比。 虽然李晨的今年生日气氛很凄凉,有一个人的祝福特别亮眼,就是好友谢娜的祝福。 谢娜说,晨儿,转眼认识十几年了,你是我盖章的朋友,生日快乐,一切都好,你是我盖章的朋友短短八个字。 这无疑是对李晨现在的状况一挺,之前,大家都说谢娜是谁红跟谁玩,现在的谢娜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人品。 他不忘李晨这个好朋友,那么,谢娜和李晨为什么是盖章的朋友呢? 谢娜出道不久,看到老家的二哥开了一家火锅店,生意很好,索一也想着自己创业挣钱,但自己的积蓄有限,又考虑到投资有风险,所以就想着再找一个人分担,李晨听到后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 最后谢娜就和李晨,自己的表弟三个人一起投资了一家火锅店,由表弟去经营,由于表弟经验不足,最终火锅店失败。 谢娜很内疚,不知道怎么跟李晨说,没想到李晨连说了几个没事,同时还安慰谢娜说,以后我们在一起找地方合作,在一起赚钱,一句话让谢娜感动得掉眼泪。 这是两人十几年前的事情,谢娜一直记在心里。 其实,在圈子里,李晨是个很仗义的男人,对朋友一向真诚,所以范冰冰说嫁给李晨,自己会幸福一辈子。 谢娜说李晨是他该张的朋友,就是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李晨的仗义之情,最后,我们祝福李晨心情永远舒畅。